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hand 悬挂的意思 由于这个字根带出来的重要单字相当多 Ruby一样会分两集来制作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Let's go 今天要看的第一个单字是pendant 前面的pend就是hand 也就是悬挂 后面的ant在这里是名词结尾 代表物质 所以字面上我们解读为悬挂的东西 也就是项链上的锤饰或坠饰 例如pendant necklace 坠饰项链 另外像吊灯也是锤吊下来的东西 所以水晶吊灯就是crystal pendant lamp crystal pendant lamp 接下来的单字是pendulum pendulum 前面的pend还是hand 代表悬挂 后面只是个名词结尾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悬挂的东西 所以指的是时钟下面的钟摆 例如 Big Ben's timekeeping is strictly regulated by a stack of coins placed on the huge pendulum 大笨中的计时是由放置在巨型钟摆上的一堆硬币 严格调节的 据说这个英国大笨中钟摆的精密度非常高 添加或减少一个硬币的重量 会让钟摆速度每天发生十分之四秒的改变 而钟摆左右摇摆的样子 也可以用来指事态或舆论的摇摆 也就是指一种变动 例如你可以说 The pendulum of public opinion 舆论的转变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pending pending 前面还是hand 代表悬挂 后面的ing在这里是形容词结尾 而且ing看起来是不是正悬在那儿 所以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还悬在那儿的 一件事情还悬在那里 就表示事情还没处理好 所以pending就是悬而未决的 也就是待处理的 例如你可以说 Nine cases are still pending 上游九宗案件等待处理 或 An election is pending in Italy 意大利即将进行选举 pending也可以当介细词 表示等待某事的发生 例如 The judge has suspended the ban pending a full inquiry 法官已暂停此项禁令 等待全面的调查 这里的suspend 暂停 在稍后的课程就会介绍 但我们额外来看看 ban这个重要单字 ban可以当名词 禁令 通常是指明文规定的禁令 也可以当动词 禁止 而没有字根结构的单字 其实反而不好背 所以我们就用谐音来记忆 ban的发音听起来 是不是很像中文的 ban 所以我们联想成 禁止随地大小ban 所以ban就是禁止咯 这样是不是更好记了呢 接下来的单字是 impending impending 刚刚的pending是悬而未决的 也就是代处理的 现在在前面加上I am代表into 也就是往内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代处理的事情往内靠近 所以有即将发生的或逼近的意思 通常是指不太好的事情逼近 例如 on the morning of the expedition I awoke with the feeling of impending disaster 远征出发的那天早上 我醒来就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Expedition 远征 这个字在单元一的时候 有教过怎么背 没学过的同学 赶快到第一单元复习哦 和刚刚的impending有雷同语意的是 imminent 前面的im一样是into 就是往内 后面的ent是常见的形容词结尾 中间的min有突突的语意 就字形上来看 同学有没有发现 他和突这个字很像呢 所以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往内突进来 也就是往内刺进来 这不就是有东西往自己逼近的意思吗 所以imminent 就是即将发生的 或逼近的 定义为 likely to happen very soon especially of something unpleasant 也就是指不好的事情的逼近 就像这个电影片段一样 这些尖锐的刺往内刺进来 就是危险逼近自己 例如你可以说 the imminent threat of invasion 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 或the system is in imminent danger of collapse 这个体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刚刚的imminent是往内突进来 现在我们来看往外突出去 eminent eminent 前面的e就是常见字首ex的变化 代表out 也就是出去 中间的min又是突 后面的ent也是形容词结尾 所以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往外突出去 不是啦 后 当然你在人群中特别的往外突出的时候 是不是显得鹤立鸡群呢 所以eminent就是卓越的或杰出的 定义为 famous and respected especially in a particular profession 尤其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特别突出 例如 each scientist is eminent in his or her particular field 每位K学家都是他们特定领域中的佼佼者 另外和eminent一样突出的 还有outstanding outstanding 从字形上来看 我们看到stand和out 就像图片里的人排成一列 而你从当中站出来 也就显得特别显眼与突出 所以outstanding也有杰出的意思 把这个字拆成动词片语stand out 就是突出或显眼 例如 I managed to stand out among the candidates and survive the test alone 我成功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这场考试唯一通过的人 最后一个和突出的字 跟有关的单字 一起看完背起来吧 接下来的单字是prominent prominent 前面也是个常见字首代表往前 中间的mean一样是突出的语意 后面同样是形容词结尾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往前突出 所以有显著的 著名的或突出的意思 定义为important or well-known 可以指人物的著名 或sticking out from something 指物体形状突出 或easily seen 很显眼 例如突出的颧骨 prominent cheekbones 或很高的鼻子 a prominent nose 另外你也可以说 a prominent politician 著名的政治家 或the story was given a prominent position on the front page 这则报道刊登在 头版的显著位置 另外还有一个单字 noticeable noticeable 也有显著或值得注意的意思 前面的notice 可以当动词注意到 后面则是形容词结尾 这个单字很重要 一起记起来吧 我们借由mean 这个代表突出的字根 一次打包了三个字型上 容易混淆的南背单字 经过Ruby解说完 是不是就更好记了呢 第一次记不起来没关系 多复习几次 保证你终生难忘哦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 suspend 前面的sus 其实是sub的变形 有under的语意 也就是下面 后面还是pand 代表悬挂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悬挂在下面 所以有悬 挂或掉的意思 例如 a lamp was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一盏吊灯 悬在天花板上 当东西悬挂在下面 也意味着停在半空中 所以suspend 也有暂停或终止的意思 例如 production has been suspended while safety checks are carried out 在进行安全检查期间 生产暂停 而暂停也可以只停止 例如 Jack was suspended from his job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事情发生不久后 杰克就被停止了 接下来的单字是 suspenders suspenders 刚刚我们学到了 suspend 字面上看起来是 悬挂在下面 后面我们加上 er 代表东西 所以我们解读为 悬挂住下面的东西 指的是 吊裤带 或女生用的 吊袜带 这不就是 吊挂住下面的裤子 或袜子的东西吗 例如你可以说 he wore a pair of suspenders 他穿着吊袋裤 因为吊裤带或吊袜带 都是一对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加s 而且会用 a pair of 来当作数量词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 suspend suspend 这个字也是刚刚 suspend的名词 字根也从pand 变成了pens 也有悬挂的概念 但这里指的是 对即将发生的事 产生悬念 或焦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颗星悬在那里 指的就是 焦躁不安的感觉 例如 吊某人胃口 keep somebody in suspense 不就是故意让对方 一颗星悬在那里吗 跟你说一个秘密哦 哦哦 我最喜欢听秘密了 嗯 算了 还是不要说好了 所以你可以说 别掉我们的胃口了 赶快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或 I can't bear the suspense a moment longer 我再也受不了 这样提心吊胆了 接下来 真的让人提心吊胆的单字 是cliffhanger 前面的cliff是个单字 有悬崖的意思 中间的hand 就是动词悬挂 而后面的er 是人的结尾 所以字面上看过去 是不是像是 挂在悬崖上的人 所以指的是 故事 电影 或比赛中 吊人胃口的场景 挂在悬崖上的人 为什么会吊人胃口呢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会失手掉下去啊 而席维斯史特隆 早期有一部电影 就叫做cliffhanger 巅峰战事 光是开场 就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同学是不是很想揍我啊 在最精彩的时候 进广告 是不是掉足了 你的胃口呢 例如你可以说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al ended with the real cliffhanger 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 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结束 这个电影的精彩片段 还是赶快让同学看完吧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 前面我们学到了动词 有暂停或终止的意思 现在要接名词结尾 所以后面的d变成了s 再加上ion的名词结尾 所以是停职 停学 停赛 或事情的暂缓 或延期 例如 suspension from duty 停职 或 suspension from school 停学 你也可以说 There has been a suspension of flights out of LA 从洛杉矶起飞的飞机 已经暂停了 而刚刚的动词 suspend 也有悬吊的意思 所以suspension 也可以指车辆 简正用的悬吊装置 定义为 The system by which a vehicle is supported on its wheels and which makes it more comfortable to ride in when the road surface is not even 这是车轮里面的悬吊系统 可以让行驶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时 更为舒适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 depend depend 前面的de有down的语意 也就是下去 后面的pend 还是hand 代表悬挂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往别人身上挂下去 当你挂在别人身上 也就是赖着别人 所以depend 就是依靠或依赖 例如 the community depends on the shipping industry for its survival 这个地区 靠航运维持生活 另外depend 也有依据什么而定 也就是取决于什么 例如 whether we need more food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turned up 我们是否需要更多食物 取决于到场人数而定 另外口语中也常用 that depends 或it depends 来表达一切要看情况而定 此外 depend 还有指望的意思 所以指望某人或某事 你可以说 depend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和这个语意相同的用法 还有 rely on 或count on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dependent dependent 刚刚我们学到depend 就是往别人身上挂下去 也就是依靠或依赖 所以只要在字尾加上ent ent是名词兼形容词的结尾 名词指的是人 所以depend dependent就是挂在别人身上的人 也就是受抚养家属 通常是指小孩 因为他们就是要依靠你而活的人 而形容词是依靠的 例如 you can't be dependent on your parents all your life 你不可能一辈子靠父母亲生活 这里的be dependent on 和动词片语depend on 语意相同 你也可以说 the local economy is overwhelmingly dependent dependent on oil and gas extraction 当地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extraction这个字 在第七单元的第二集 讲拉的字根时 有教过同学哦 忘记或没看过的同学 记得再去复习哦 接下来的单字是depend 的另外一个形容词 dependable dependable 我们在depend后面 加上able的形容词结尾 通常代表可以怎么样的 所以是可靠的 例如 a dependable companion 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另外和dependable 有同样语意的是reliable reliable 前面是动词reli 也是依靠或依赖 字尾why 要接字时 要先变成i 再接字尾 所以reliable 也是可靠的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independent independent 前面我们学过了形容词依靠的 只要在前面加一个否定字首in 就是not 字面上看起来就是不依靠任何人的 所以指人独立有主见 或是国家独立自治的 既然是独立 所以片语be independent of 就是不依赖或和他人无关 例如 Phil is now much more independent of his parents Phil现在不太依赖他的父母了 只要把刚刚的independent 自尾改成名词结尾 ence 就是名词 独立 例如美国独立纪念日 就是independence day 或in 1816 Argentina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1816年 阿根廷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 宣布独立用的动词是declare declare 而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 你可以说 a woman'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 woman'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yeah 看到这里的同学实在是太厉害了 是不是觉得收获满满呢 持续锁定Ruby的频道 还有更多自根的单字 要和同学分享哦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Ruby的新课程哦 感谢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